当播足球快讯,2021年6月28日,比利时一球险胜葡萄牙 星期一凌晨进行的欧国杯淘汰赛 第四场比赛中,比利时和葡萄牙展开强强对话 上半场斯朗拿到佛球做威胁,到跟夏萨特世界波建功 下半场迪布尼和夏萨特相退,拉菲尔古里路中处 最终比利时,以1比0淘汰葡萄牙晋级8强 为免冠军葡萄牙出局,比利时将在半准决赛中迎战意大利 比赛开始,8分钟,泰利文斯中场拿球 长传前场右路的蒙尼亚,蒙尼亚大波内设 初传禁区内的劳卡古高出 10分钟,劳卡古回传级夏萨特,后者迎波路射飞出底线 20分钟,葡萄牙后场抢球 鲁宾大亚斯场传给斯朗拿到 斯朗空步停球被两名比利时球员夹抢 26分钟,拉菲尔古里路左路拿球横传 祖奥帕连拿得球后调整软射偏出 42分钟,杜根夏萨特左侧起脚软射 过波直挂球网,比利时一比零领先 44分钟,祖奥帕连拿侵犯迪布尼犯规 球证随后出示王牌 上半场结束,比利时一比零领先葡萄牙 换边之后,47分钟,迪布尼恩相离场 51分钟,达洛特右路传中,被防守球员解围 53分钟,斯朗拿到尝试软射,被华美伦封岛 57分钟,斯朗拿到车塞到禁区内,迪奥高祖达转身掃射高出 60分钟,连拿到山齐视左路传中 祖奥菲力斯投锤攻门,被高徒以施没收 66分钟,拉菲尔古里路左路传中,被华美伦解围 67分钟,连拿到山齐视的软射出了底线 73分钟,斯朗拿到佛球射门,被连拿到山齐视挡出 81分钟,班努费南迪斯角球开出 努宾大亚斯投锤被高徒以施化解 86分钟,夏萨特受伤离场 90分钟,班努费南迪斯禁区湖顶的软射高出 全场比赛结束,比利时1比0战胜葡萄牙晋级8强 你听着的是安播足球快讯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赛后报告,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M直播提供天超2日8集MBA等精裁足球篮球赛事的直播服务 立即下载M直播,随时随地看好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